保释期间宣布流亡的区议员许智峰说 她和家人的户口一度被冻结 要求银行解释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不点名批评许智峰不可信 她又强调警方会全面调查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被问到 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和家人的银行户口被冻结事件 她不点名批评许智峰不可信 香港, in order to seek a way to leave Hong Kong while under bail I asked this question, is this individual, a trustworthy individual that you should take his words on face value and accuse the Hong Ko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or doing things which are n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So if there is any damage to Hong Kong'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至于冻结户口是否缺乏法律基础或者程序出错 林郑月娥重申 政府做事是有规有矩 我们是要讲证据讲事实 我们在调查过程也不可以过分透露调查的内容 否则会影响了整个的调查 这个就是我们和一般在社交媒体里面可以什么都说 也不需要提交什么证据来误灭或者抹黑其他机构和人线 我相信银行都是处于这样的状态 它不可以将个人的银行的资料来摊开给所有人看 他说若果律政司最终决定检控 到时候所有证据将会在法庭公开审讯 身处英国伦敦的许智峰 星期日说自己和家人的五个银行户口被冻结 之后又说自己和家人在辉封银行的户口 分别获解冻或者部分解冻 警方强调是基于许智峰涉嫌众筹洗黑钱 要求银行冻结相关户口85万 说和许智峰潜逃和涉嫌触犯港区国安法无关 《无线连日记者》刘俊玉辐导 到时代以下 4个月